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嗎?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語力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療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由於假期,香港人很喜歡去旅行 大家都有聽聞過 旅行時會遇到一個症狀叫做高山症 但因為香港沒有高山,我們不會在香港發生 但香港人去旅行,例如去中國、西藏、歐洲、南美洲 很多時候都會去到高原或高的地方 擔心會出現高山症的問題 袁醫生,可不可以幫聽眾解釋一下高山症 我會建議自己去買一套療劑 有很多所謂36隻的旅行裝 但去高山那裡可能有些療劑 所以36隻的旅行中未必有全 但我尺尺大部分都有些在 所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做好準備 如果萬一真的遇到問題 那就有些可以幫助 我過去時不時有很多病人都預備去高山 就請教我有些什麼療劑 我會介紹幾個年 其中有一次有個病人 他跟他老公去西藏 他老公好像是一個畫家 他看到一些西藏的景象很興奮 他立即下旅行車跑去 然後捕了一頓,雷島推遞了 他老公平時的身體不差 不是很散弱 但當時他很興奮,很開心 高山症的症狀,其中一個症狀是EUphoria 很開心 以為自己的什麼都可以 其實這是高山症的症狀之一 很開心的感覺 在高山症里面有很多療劑 視乎大家當時遇到的症狀 所以我們很難去預測 最常用一個療劑 我會用COCA COCA Eryphroxylem 即是古蛾葉 COCA leaf 很多時候在南美洲的高山地方 很多擔擔台台的人 不只是自己爬山 他還會幫你拿很多療劑 他通常會咬這些COCA leaf 即可可因 當然很多國家是無法非法的物質 但在那些地方的人通常会咬着这些coker 所以他们爬山的能力很强 不会累的 这是一个常用的 如果大家什么都没有 可以起码拿着尿剂 通常在高山的症状 当你走的时候就会头痛、匀、睡觉、失眠、焦虑、心跳、很累、呼吸困难 这是很典型的高山症状 大家可以想着coker 古阿叶 其他有不同的症状之下 可以选用不同的尿剂 其中一个就是生甘车 生甘车大家可能都熟了 第一个尿剂应该是认识的生甘车 以前加拿大汽车的车牌也叫做安力加 香港人好像已经被人拿走了 我见过 通常生甘车的症状 肌肉冤痛 身体好像被人打过 总之你在那个环境 为什么身体这一刻是冤痛 这个尿剂就是安力加的生甘车 另外一个情况 你觉得个人特别是寒冷 个人很焦虑、很不安 好像快要死那种感觉 而且很口渴 获命频频频饮水 需要人陪伴 这个症状是什么症状 是新阿尿剂的症状 另外一个情况 你会发现个人突然之间 头痛也很厉害 那种头痛是密动性的头痛 薄薄的头痛 在太阳雨附近 这种症状很脏的头痛 你需要大力压力 这是什么呢 是癫茄 的症状 另外一个疗剂 这个人 走上去很索气 亦很均匀 很容易索气 头痛 这个疗剂 其实叫做 硬形高 carrier Ouais 那么硬形的人 硬形的人不喜欢走陨 不喜欢上楼梯 都是这样的 喜欢吃鸡蛋 吐 apro désirragen的人可以考虑 Sie讨人家平时不喜欢Pudney Cooker是枯萎业 当然 既然可以 在盐生的时候觉得不够气,不够氧,很脱氧 拼命要在这里守气,拼命要用风扇来拨 用风扇向口吹,很累不够气 肚子的肚子是肚子胀胀,很多气 这个就是carbo-veg,植物碳,carbo-vegetabless 另外一个疗剂就是毒心,cognium maculata 毒心的阵形通常觉得云和缓云 尤其是天旋地转的云 尤其是当你躺下的时候,一隔起身头转一转,云都很厉害 还有头部有压力 这种天旋地转的缓云就是cognium maculata 毒心 另外一个症状,譬如你感觉的人突然很暈 头转转,主要是头转转 主要是头转转,或者后尾枕很重,很温温 不口渴,很疲,很软弱 这个就是黄素氢 Jalcemium semperavirin Jalcemium 大家认识和疗法都知道 这个是很常用在感冒这方面的症状 除了这个,另外一种 如果真的昏迷了,尿剂就是opium 昏迷了,而且昏迷的时候 声音就是stertoid breathing 很大声的 这个就是opium的尿剂 最后另外一种是silica 通常人们比较瘦弱,没有耐力,很弱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silica型的人 这个疗剂应该是很大帮助的 瘦瘦瘦,手汗多,不够力,不够耐力,很软弱 这个就是silica silica型和盖型不同,盖型肥肥白白 silica是瘦瘦瘦瘦,两者都有 silica就没有耐力 其实盖型平时很有耐力,很能做事 但不能走山,不能爬上山,下山OK 好了,我跟大家分享了这几种 帮助大家对付高山症同类疗法的疗剂 谢谢袁医生 大家可以在执行旅行时去旅行 如果去到高山的地方 不妨把刚才袁医生介绍的疗剂都带在一起 以防万一,旅行更能做到有鼻无患 也不会错过任何黄金治疗期 去旅行也会去得安心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袁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提及的疗剂或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会诊 可以E-mail到csanaturalhealing.com.hk 想重溫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治疗法月理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拜拜 好,多谢大家收听,拜拜